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贝多芬在中国的命运 被禁又怎么样解禁 很多细节 今天雷老师还有一个研究方向 我也想请他 文道你也会感兴趣 就是说当代中国人的语言 他有很多的发现 不是我的发现 我只是说做这方面的研究 我不是说研究共和国史 其中包括日常生活的历史 那么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语言 语言的变化 实际上我研究语言的变化 我就是研究近代史 我就是感觉到 近代我们用的 我们现在用的很多词 实际上是近代 都是来自于日本 近代新词 是 你说 社会科学 对呀 还有什么军队 什么健康 美术 美学 设计 派出所 连这个地下室 这个词都是日语 日本的词 因为本来他英语叫做basement basement 那么严父就觉得 应该用中国传统的一个词 来翻译这个叫叫 地教 地教 他这么翻 但是就通行不了 通行的是大量的留日的学生 带回来地下室 那么同样逻辑这个词 我们现在你说 谁说逻辑这个词 不是汉语 实际上他到我们生活中 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 因为最开始这个英语这个logic 严父还是用中国传统的名学 对 来翻译 对 那么 日本是用逻辑来翻译 那也是抵挡不住那个近代 大量的这个留日学生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些人 把他用一个 不是汉语传统 但是汉语思维 我们自己翻译 叫理哲学嘛 也有人叫做 就这个规则的哲 理哲学来翻译逻辑 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奇怪 这些字里面说地教 这真的是中国原有的 大家也都用的 那为什么我们舍弃了 这些原有的字眼 去用了地下室呢 又或者说像逻辑 那本来我们叫民学 那或许不是一般老百姓 都知道什么叫民学啊 但是为什么就都宁愿采取 用逻辑的这种义法 这个原因很复杂呢 原因复杂就是我关注到语言现象 一个总体现象呢 确实就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语言背后 我跟你说 它是有权力 有政治 有经济 有文化 是那个总是强势的 往弱势的地方 很难说从弱势的地方 向强势的地方 或者我们称之为 文化的边缘 向文化的中心 它的词汇进入 这种现象比较少 你看我们看 比如说 咱们你学中文啊 我们都知道 从前俄国贵族 都以说法语为荣 对吧 都要请那个 家里都要请法文教 他们的贵族都会法语 对法语 他们交代都在谈法语 通行语言 通行语言 你要是说俄语的人 觉得你就不是贵族 这就是这个法国文化 他就有的 当时就有那种 强势嘛 强势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书 很有名的 安娜卡列尼 他第一个一开始 引出故事 就是那个安娜 她的哥哥吧 跟那个法国女教师 有染了 安娜去调解 这就俄国 这就是语言总是这样 他所以近代以来 他就是这种 或者新词 或者是就发达 社会发达国家的语言 像这种中国呀 像这种传 我们知道 这个鸦片战争 是中国打了开了他们 所以最开始的那些新词 很多 是传教士 先翻译成汉语 那么日本明治维新 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 日本的开国 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 最开始这些新词呢 是日本学中国 学了一段之后 因为他改革搞得更彻底 像什么铁路啊 什么是中国最开人 他改革搞得更彻底 反而他发达了 以后呢 中国那批 从加武战争之后 被日本打卖了 大量的留学生 又把日本的这个 往中国这个移 比如说 因为最开始很多词 中国还没有找到 一个合适的这个 一个对应的 对应的 比如说电话 中国最开始翻译着 德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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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律峰跟 那个孩子 那么呢 实际上呢 日本人把它翻译着 电话 电话 对吧 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电话 也是个外来词 是日本人翻译 中国最开始用的是 德律峰 所以日本成了个介绍人 是吧 很多 而且你说这个规律 跟现在都有关系 你看这个经济 当年广东 经济火的时候 今天我们使用的语言 有很多 就是你们港怂的话 我们叫港怂 对对对 我们就是港怂 对对对 香港人的这个话 进入了 但是你看这种现象 现在在全国经济的 军事当中 广东没有当年那个地位 对 那么于是你就会看到 广东人乃至于香港人 开始用起了大陆人的一些词汇 没错 对呀 这个我也没准 你可以提供一些证语 我就是说 因为我是研究的 或者我关注的 是这个港台语 对这个大陆的语言的这个影响 我因为在这生活 我感受到 比如说这个 你想台湾的考量 我们中间都叫考虑 现在都用考量了 我发现 没错 提高 统一变成 现在不知不觉变成提升 我说 后来我跟一个台湾学者谈起这个 一个台湾学者说 大陆也对台湾现在有很大的影响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我自己对台湾人 他说叫做氛围 什么氛围 他说氛围我们台湾从前 不用这一词 也是大陆这边对台湾 我说那两岸的语言开始 融合 有融合的趣旨 包括这个香港 粤语 我记得我80年代 第一次到广州 见到广州到处饭馆里写一个 不是那个理发馆 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伙子旁 一个局长的局 我想着这是局 局 盐局 普通话叫盐局机 普通话也是后传来的 蒸汽局油 后来生完海鲜 完完之后 你看马上 最早的粤语北上 都是这个饮食和理发 生完海鲜 北京的饭馆也都是 后来还要打低 第一 打呢 其实是北方人的讲法 这个打低是综合的 我们广东人是不用打这个字的 就不会说 现在当然广东人也这么讲 但是这个的确是香港人翻译 英语的 我们叫Dixi 所以在1983年 我当时读研究说 我还专门注意到 当时有个报纸 写了一篇文章就分析 说不能用打低 因为这个D 就是你刚才说的 是香港人翻译着英语 Taxi 那你说 我们的正式翻译 那个Taxi 叫做出租汽车 或者叫出租车 为什么你要用香港的这个D 打低 说香港是英国的 当时还没回来 对吧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你现在在用殖民地的话 你用打低这个词 就叫做 自我赐 殖民地化 就是你又被香港的语言 殖民了一道 但是你这样规定 或者你也说 实际上语言 我觉得是最难控制 老百姓现在不 还是用打低 就是打低 而且这个东西里边 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说 你这个词 发明的好不好 还有一个关系 你比方像 咱们用这个代替的词 我一直觉得这个词不合理 就是你不让说打低 你说出租车 出租车这个词 就不对的 出租车很容易让我搞混淆 就是那种租车的 中租车的也叫出租车 出租的车 那小巴什么的 也可以叫出租的车 所以这个你看 但是我可以接受台湾人的叫法 继承车 对对对 继承车 我觉得这比较合理 对对对 所以你刚才讲中巴小巴 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 巴也是个月 因为从前 巴是从英语来的 也是我们国家 那么在四十年以前也用巴 后来就逐渐逐渐就觉得 这有殖民的 就用公共车 或者是大教车 中教车 大教 中教 小教 但是逐渐 你看现在都是用巴 他又会了 包括有一个 我就关注这个现象很复杂 比如说 我们用麦克 话筒 从前是叫做麦克 后来四十年代 逐渐用作话筒 就不用那个音译 我是根据香港人叫 广东人叫麦 现在又叫麦 麦就是麦克服务来的 现在又都叫麦 你去唱歌的话 谁拿着那个唱歌叫做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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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回复到这种音语 反正这种语言的特别的有意思 你关注 而且现在这个网络的这个语言 也进来了 你这 他就就是说碰见过一个 有一回有个中国的这个教练 教练 还跟记者生气了 就是中央电视台 第五频道体育频道 那是好几年前了 一个篮球赛 篮球赛完了之后 不是教练都要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吗 我看那个老的老教练 非常还是老教练非常生气的 指名某某报的某某记者来了吗 一个小年轻说我来了 他说你我还活着呢 你为什么骂我 说我是骨灰机教练 我是骨灰机 我还没有说 我当时也没第一次听出来 我看电视我还想 这个小年轻真是不说人家叫骨灰机 我当时心里也这么想 但是我一查 完了那个骨灰机是一种网络语言 年轻人已经很普遍了 是一种赞扬的 这是我这个语言呢 是有这个时代性的 不同的时代性 所以会产生矛盾 您是骨灰机的学者 骨灰机学者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是语言呢 它确实是有这个 很复杂的这种语言 也很有趣 没错 而且你说你像台湾人 我们在一起这个播音的时候 我一开始 很长时间我没弄明白 你知道吗 他们就说 我们这种河呀 他们一波中国汉美国 对 我说你汉什么汉 中国汉美国 他管这个什么河什么呀 对对对 雷遗汉 对 这个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垃圾桶 以前我们在台湾的叫垃圾桶 垃圾 对那实际上是英文的 那个什么是吧 也不是吧 那是rabbish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但我知道台湾的这个 原来讲的国语里面啊 他当然也是北方官话为主 那还是那个 就跟今天普通话差不多 但是他有一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我听台湾那些老人跟我讲 说是受了一点江浙的影响 那有可能 所以当年的国民党 主要是江浙帮 江浙集团 江浙集团过去 有点江浙 湘干集团打败了江浙集团 对对 江浙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集办公 商业 酒店 教育 健康城 度假和住宅与议题 一千五百万平方年 超大型秦皇浩月城项目 共超值选购 也承招合作伙伴 北京东 燕达集团 您来 因为咱们刚才说到语言的这个变化 是变动不拘 谁想控制都很困难 但实际上总有一种 就是大家对这种语言的变化 有一种不同的态度 有的人是赞同的 觉得就应该变 或者有的人 就是大家都这么说 我就说了 有的人会坚决反对 说这个是对于传统文化 或传统语言的一种 污染 迫害 伤害 比如说近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大臣 姓的张之洞 他是非常开明的 办了很多新事企业 其实包括办学校 那么他对我刚才讲到 咱们刚才讲到 恰恰他最后那几年 大量的日本词开始拥进中国了 他就接受不了 他那么开明的人 他接受不了这个 他就最痛恨日本词 所以他有一次 他让他的一个 大概是办学 他要办新事学校 他让他的一个幕僚 帮他起草 起草这个大纲 办学 其中有健康 要注重学生健康 健康这个词 也是日本词 张之洞看了之后 非常生气 就批了几个字扔给这个幕僚 说健康乃日本名词 用之输绝可恨 那儿知道这个幕僚 也很厉害 他就发现 你张之洞用的是 健康乃日本名词 名词 这个也是日本新词 他马上批回来 他马上又写了一个 说名词 这个日本新词 用之 也绝可恨 就这意思 所以你反对这个的 你很难 摆脱这种语言的 这个 用新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而且我觉得这里头 还有个 还有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说 一个名词进来 一个新词进来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他有时候 因为我们传统一般人呢 就俗名的观念 认为所谓的 任何的字眼 任何的词汇 他就对应一个东西嘛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我现在翻译一个东西 叫健康 那就表示 原来我们中国人 说不定也有 也有个类似健康 这样的东西 那只不过 现在新的名词 替代了旧名词 但也有的时候呢 是我们中国 原来没这个东西 像刚才讲电话 所以你来了个新名词 我们需要它 但还有一种情况 更复杂 就是我们原来 中国模模糊糊的 有些对应的实质的 这个东西 但是不是那么确定 不是那么实在 或许不是这个意思 来了个新名词之后 就把一些旧的东西 再整理 归纳 范畴进去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文化 我以前一直在想这个事 就文化也是个外来词嘛 对文化也是日本人意的嘛 那文化是什么呢 你回想中国 我们今天一讲 我们中国的根本是什么 我们中国的历来的 最值得叫什么 是我们中国文化 但你回头想 那什么叫中国文化 就过去中国 就清朝以前 有没有 在没有文化这个字之前 我们用什么来讲文化呢 不光是这个文化 中国古代也没有文学 对 中国只有诗词歌赋 一说就是啊 或者叫文 文学好像也是日本翻译过来的 是 那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了 美学 对 都是 体育 连设计 美术 都是一样 都是近代从日本来的 但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哪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 你别说问一般人 我们说文化是什么呢 文化你就说 包括了文学 建筑 艺术 甚至什么 人类生活总和等等 的叫文化 但是在过去的中国 我们是没有一个这么对应的概念的 就以前的中国人 我们可以 比如说画 诗词歌赋 曲 乐 这些东西 我们或许会觉得他们勉强归在一类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把建筑 把饮食 都跟你写诗画画放一块 对对对 我们觉得那是完全两码事 但是文化这个东西呢 就把他们全包进来 对 所以文化这个范畴是个新 殖民 如果用 当才你说83年 反精神文明污染 文化这个词都不能用 不是反精神文明污染 反精神污染 反精神污染 反精神文明 这个不对 反精神文明 文明也是外来 所以这些东西是外来的词 是外来的词 来了之后 我们才重新改造了 对中国的历史的理解 这个很复杂 比如说 有的是中国从前有的词 赋予了完全新意 那么就得非常 做非常多的工作 来解释 比如说英国 或者英语的词 这个 革命 日本就用了 是中国汤武革命 用的汉字 那么梁启超 他到日本去了 接受了这个革命 这个概念 他专门写了一篇 很长的文章 来解释 这个革命 和我们中国传统 经典中的 每个汤武革命 是不同的 那么比如说 这个party 党 党在中国传统的词汇中 是个贬义的 对 上黑 是恒党 君子不党 那么日本用这个党 这个词来翻译 party 就现在这个政党政治 那么至少是个中性的词汇 这个党 就谈现在政党政治 那么中国现在用党 这个词汇 多数都是在 现在意义上的来用了 做一个政治组织 来用的了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传统的字 所以有的人说 中国早就有这个革命 这个词 实际上它已经和现 完全不一样 从日本引进之后 它的意义就不一样 比如说经济 比如说你看红楼梦里 就说贾宝玉 没出息 完全不走那个世出经济 就是不致这个营生 但是经济中国传统有 和现在的这个 我们的经济学是两个概念 严富翻译做这个经济学 它就主要翻译做技学 对 计算的计 计算的计 计学 但还是被那个经济 对 还是被日本的这个经济 来翻译着那个 所以你看这个 你说像party 我们今天意思也是变化很大 现在年轻人的时候 我们参加party 它不是要入党 对 还是要参加土豪part 对 对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 本身就是英语的词入了 我今天他才告诉我 才知道是现代汉语词典吗 词典对 现在汉语 早就开始收英语词 就直接字母的 英语字母词 早就收了 我是支持 因为对于这个呢 确实有不同的观点 有的人认为 你把这个收了 那还叫汉语吗 比如说 他甚至比如说 比较保守的人 可以接受这个 比如说我们原来 就是刚才说 对港台语 曾经是有过这个 比较低处的 觉得不能收 不能用 那么呢 实际上现在也阻止不了 我就注意到 那个胡联会 胡锦涛和联战会 其中用了一个词 叫做愿景 愿景 Vision 用了愿景 福建大陆 不用愿景 这是台湾 但是他俩一用了之后 当时那个 县汉地基板 马上要复印了 马上把这个 愿景放进去 收进去了 所以这个有争议 我跟你说 这个不光是 在哪个国家呀 都有这种 要保护语言 纯绝的这种势力 组织 你看我给念一新闻 德国明镜周刊 说报道 德国最受人尊重的 一个大词典是什么 杜登德语大词典 因为收入了过多的英语词汇 遭到批判 有一个保护和宣传德语的组织 叫德语协会 这个组织呢 就授予这本词典 叫语言通奸犯奖 你这个是在通奸 奸我们的德国语言 所以这个语言 有时候很难 人为控制 比如说我注意到了 我研究这个 注意到年轻一代 或者是受电视 电影的交流多的影响 像咱们 我不知道你是香港人 咱们俩这个表示惊讶 他哎呦 哎呦 或者怎么着 年轻的都说 哇塞 哇塞 哇 他们很自然的一种 但是呢 我看到这个 我看到这个 曾经有过规定 说电视台的主持人 不应该用 哇塞 哇 实际上他不知道 年轻的主持人 对他来说 已经是日常 他已经不是刻意模仿了 就是自然 所以我当时觉得 你想用这种规定来 他已经 所以有时候 这些部门规定 他是脱离实际情况的 对 但你比如说 像我举个例子 有一阵子 现在好像少了 前几年的时候 这个广电部门 还喜欢叫全国的主持人 不能学港台枪 对啊 我说的就是 哇塞 但当时很好玩的时候 其实很多港台主持人 都已经在大陆工作节目 你又叫他们 不能学港台枪 那怎么办呢 后来就说 OK 港台主持人 可以用港台枪 非港台主持人 不能用港台枪 但是后来 你现在看到 其实很多年轻人 包括我在大陆的时候 碰到一些年轻人 跟他聊天 我看一下 你是台湾来的吗 不是啊 我广东的 我上海的 那怎么说话 有股台湾味呢 没错 你有这感觉吗 就这个学来的 你说这个母语 本来是水土 可是今天的水土 跨越地域了 电视就是水土 电视剧就是水土 所以今天190后的女孩 你听不出 她是什么河北山东的 你觉得她就是台湾的 但对她来说 也不是庄的了 她就是电视剧 她就是很自然的 对啊 所以从这个语言的角度 我觉得那谁是比较厉害的 赵本山是比较厉害的 你看来就东北农村的 他把东北农村的那种语言 一个罪意语词 变成全国通信 有了忽悠 没可能忽悠 但是我注意到 背后他也是有 权益在那 中央电视台 如果不是春暖 这个忽悠 他就直线于东北那一段 还是得到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一个变成人的词汇 才能成为一个 所以中央电视台 一不留神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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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